如果這一集的影片反映非常熱烈的話 可能可以跟INSTA他們爭取一台1R送觀眾 趕快點讚、分享、留言告訴我 你們想不想要這一台INSTA 360 1R 認真的把影片看完 或許抽中1R的就是你 - 怎麼會有的? 你們該不會以為這個是真的有人站在後面拿著攝影機幫我錄這個畫面吧 Hey guys 我相信你們也非常好奇 剛剛那樣的鏡頭角度是怎麼樣拍出來的 那今天我就要來分享一個 非常非常特別牌子的攝影機 只需要用一台攝影機 就有辦法拍出剛剛那樣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 今天還有另外一台低人稱的攝影機 也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趕快的 先來進入我們新攝影機的開箱畫面吧 那這個就是他們目前最新的產品 GoTo攝影機 那我們就先趕快的來拍給大家看吧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這一次給我的所有配件 那這個呢叫Mount Adapter 轉接架 那這個上面寫Carry Case 就是他的盒子 那再來這個呢 就是他的自拍桿 那今天的重點呢 我們就先介紹一下 這個攝影機給大家看 那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要打開囉 你看這個東西真的 這個很小一顆 大家可以看到 他真的非常非常小一顆 拇指的指節這麼大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盒子裡面給了什麼東西 我們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他是你可以放在衣服的裡面 可以吸在上面 所以就變成說 你只會看到一個攝影機這樣子 就還蠻酷的這個 這邊就有告訴你 這個東西要怎麼使用 我們再看到下一頁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的這個東西 其實這蠻像AirPods Pro的盒子 那這個就是拿來裝他的攝影機 這個攝影機裝在裡面 這樣就開始充電 然後這樣關起來就收起來了 好 那大致上 這就是這次盒子裡面附的所有東西 我們就接著 再切回外面的鏡頭吧 好 那我們現在到外面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新的低人稱攝影機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頭上這一台 Insta360的GoTo 以往我相信很多生存玩家 在拍第一人稱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大部分都是把GoPro夾在你的頭上 包含我自己也是 就會變成你的視線 擋了一顆非常非常大的攝影機 那Insta360這台攝影機 我架在上面了以後 我現在看到的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一個視野 上面完全沒有擋東西 而且我也感受不太到它的重量 我覺得對於生存遊戲這一塊 講求輕量化的玩家 這個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那今天除了介紹GoTo以外 也會介紹 Insta360的另外一個產品 One R 那包含今天 Insta360的One R 我也會把它架在槍前面 它可以同時解決拍前跟拍後的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一台機子就是365度的畫面 以往我相信大家架在槍上 通常如果你要拍前跟拍後 至少都要兩台攝影機 但今天Insta360的One R 就可以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先趕快來拍給大家看吧 好 那現在就是讓你們看一下 GTA5的視角拍起來的畫面是長什麼樣子 那因為現在防疫期間 我們今天也沒有要打生存 只是為了拍這個視角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 那目前是我個人Solo而已 Anyway 後面的攝影機是Insta360 One R 前面的第一人稱攝影機是Insta360 Go 2 那這兩個我會同時進行拍攝 讓你們看一下第一人稱以及GTA5 第三人稱視角的畫面 那我們就先來演示一下 比如說我先 跑到這裡 然後瞄準 換邊 移過來 在這裡 換這裡 然後再往前跑 進入室內 大概是像這樣子 它的第一人稱畫面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這樣 我走路啊 或是持槍 這個畫面都非常非常像GTA 好 那你們剛剛也看到了那個視角畫面 它實際是怎麼裝備在這個東西上面的 它就是會拖了一根這樣子 既是它的用點也是它的缺點 第一個你不需要有人在後面拿著攝影機這樣追著你跑 你可以一個人完成所有的事情 365度的畫面全部有辦法拍得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就是有人坐這樣固定 它轉鬆了以後 你一樣是可以調整角度的 如果是你想要拍重演 或者是自己的練習片段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還蠻適合你的 這個是GTA5視角的畫面 接下來我會把我背上的這一台架在我的SR16上面 我會架在這個位置 給你們看一下 同時一台攝影機拍我跟拍前面的畫面是如何 等一下都會一併的演示給你們看 那我們就先趕快的來進入這個畫面吧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一台1R已經架到槍上了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是它前後都有攝影機 所以等於說它可以全方位拍360度的畫面 就是包含我舉槍的時候 鏡頭看不到我 也看不到前面 那我頭上會帶著GOTO 一樣拍第一人稱的視角給你們看 那這個東西還蠻貼心的 是剛好螢幕就坐在這邊 所以其實我隨時可以去看一下我錄製的畫面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先趕快來進入畫面吧 好 那現在我們就是來拍一下 我使用1R架在槍上面 然後搭配GOTO第一人稱攝影機拍出來的畫面效果如何 比如說我先打前面的雕像這個TARGET 然後移動 所以這個目前這個畫面呢 你可以看到第一人稱的這個角度 其實是真的還蠻特別的 同時可以拍前跟拍後 那即便我把槍捶下來 它同時也是可以錄365度的畫面 然後GOTO同時也在錄第一人稱 所以這兩個相機搭配起來 我不會mess掉任何的鏡頭 你們剛剛看到的那樣的畫面 同時有1R跟GOTO這樣搭配起來 這個畫面是真的還蠻棒 我目前還沒有看過人家用365度的攝影機拍影片上傳 可能或許有 但至少我是沒有看過 所以今天來嘗試一下 用這兩台相機搭配起來 我相信這個東西在生存圈 應該會是一個還不錯的新選擇 好 那這個就是1R跟GOTO這兩台攝影機搭配起來拍出來的畫面 那詳細的話我們就回槍櫃那邊 我再跟大家聊聊這兩台攝影機吧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台 他已經很好奇 我已經把它拿出來以後 那我要怎麼這樣遠端控制它錄影呢 這邊你可以看到INSTA的LOGO 按下去 它開始亮燈了以後 就是已經開始錄影了 那再點一下 這樣就是停止錄影 非常輕巧的一台攝影機 那包含這個是我們架在牆上的魚骨架 它也可以加在這個上面 真的就是拆下來移上來 我也可以這樣拍 就不一定要當第一人稱視角 那再來我們來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1R 我們都說它很像變形金剛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可以看到我把電池拆掉以後 這兩顆鏡頭是可以拔起來的 那這個就是它的主機 這個就是它的365度鏡頭 那我今天如果不想要拍365度 我也可以用單顆的鏡頭 它就變成單顆的鏡頭 使用上次還蠻特別的 這樣它就只會拍前面而已 那現在呢 我們稍微來簡單介紹一下 它的這個APP要怎麼使用 好那你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用螢幕錄製的畫面 那我們來簡單的介紹一下它的功能 我們現在已經跟1R連接上了 那打開來 就是1R的鏡頭 那今天要介紹的並不是這個畫面 今天要介紹的是它的功能要怎麼使用 比如說呢 我們先點開一部影片 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365度的畫面 可以調比例大小 我想用16比9就是橫幅的 我希望它點在這邊 就按一個標點 但我希望在這個moment的時候 它是朝前面的 我就移動到這裡來 所以你就會發現 所以我先打前面的雕像這個target 它就會移動到前面來 所以這個是還蠻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這個標點啊 你也可以讓它調整 看你是要小行星 小行星長得就像這樣子 這還蠻特別的一個畫面 它可以變得像一顆球一樣 或者超廣角 廣角 線性 線性就是指不會有魚眼 再一次角 感覺看起來就會很近 這個都是你可以自由去變換的 那它其實也有真的蠻多的功能 個人是覺得設計 比GoPro的App還要好用 那大致上這個就是 Insta360的1R跟GoTo 它們使用上的一些技巧 它其實在App裡面 就可以剪輯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那我們就先切回另外一個畫面吧 那看完剛剛的畫面之後 大家應該可以發現 透過Insta360的App 真的是可以剪出非常非常不一樣的影片 那接著我們來講講 這兩台是很幾乎使用的一些心得跟感想 那我們就先講講GoTo好了 我們先講它的優點 它的優點呢 就是它的體積非常小 然後又方便攜帶 那小小的一台大 它同時具有非常非常強大的錄影功能 而且它的充電盒 不單單只是充電盒而已 它同時是腳架也是直拍桿 你可以這樣拿著錄影 在相機分離的時候 你可以當成遙控器來使用 所以這一台小小的盒子 具備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那當然這個東西也不會只有優點 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 是這一台攝影機的續航力並不高 你把它拿出來以後 它這樣錄影最多只能持續 差不多30分鐘左右 那放在充電盒裡面的話 大概可以錄150分鐘 那它充飽電一次大概需要30分鐘 所以其實這個是比較可惜一點點的地方 不過這麼小一台 你能要求它什麼 除此之外 GoTo真的是讓我非常非常驚豔的一樣產品 不用再帶著GoPro加在前面這麼重一台 我只需要小小的GoTo攝影機就可以解決了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講 OneR這台攝影機 OneR這台攝影機 它最高畫質支援到5.3K 比我手上這台GoPro7的4K畫質還要高 那低光源的表現 我個人是覺得 Insta360 OneR比GoPro的效果還要好 GoPro其實在比較低光源的地方 會有蠻多的雜訊 相信擁有的人應該都會知道 那你們可以看到OneR今天在室內拍攝的時候 沒有看到什麼雜訊 我是覺得它的低光源表現 比GoPro好蠻多的 你擁有了這一台 它同時可以拍365度的畫面 剛剛透過APP也可以看到 它在APP裡面你可以自由的編輯 今天拍攝365度畫面時你想要朝哪邊 拍攝像GTA5的視角第三人稱 你也不需要靠一個人站在後面 你一個人搭配OneR 就有辦法完成這件事情 還有一點是 很多人像在使用這一類的運動攝影機 會覺得它的Sony效果不太好 OneR它可以搭配AirPods使用 你可以把它當成麥克風 這一點我也是覺得還蠻特別 這是目前GoPro辦不到的事情 而比較Insta360的OneR和GoPro的Hero系列 Hero它沒有辦法拍出像OneR這樣子全景的畫面 你必須要買到GoPro Max 才有辦法拍出365度的畫面 你只要花一般Hero系列的錢 你就可以買到一台全景相機 我覺得這個是蠻大的一個差別 等於說一台機子幾乎已經滿足你所有的需求了 OneR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它的拆裝有點麻煩 你要拆電池 然後還要再把相機分開再換裝 這一點是比GoPro還要麻煩 但沒辦法因為它同時可以換三種鏡頭 在換裝的過程會比較麻煩 一台機子可以解決你所有的問題 我覺得非OneR莫屬 那當然它比較沒有辦法取代像RoundCam這樣的彈道攝影機 只不過你有了這一台 你加在槍上它可以抓到你任何想要的角度跟畫面 那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其實這兩台攝影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運動攝影機產品 那即便你不打生存 你出去玩的時候它也是一個非常方便當成你紀錄Vlog 紀錄自己生活的一台攝影機 而且搭配Insta360的App 你真的可以剪出非常非常多特別的影片 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到Insta360的Instagram 上面會有很多人分享他們自己用這兩台攝影機 甚至還有X2這幾款攝影機拍出來很棒的影片 真的會讓你們非常非常驚豔 那今天我們在外面只展示了它基本的功能 剩下的功能我在之後的影片 我一樣都會用這兩台攝影機開始拍攝 你們可以期待一下它的效果如何 那講到這邊呢 今天有一個活動資訊要分享給大家 在影片的下方連結我會留 GoTo 1R以及X2的購買連結 你們用我的推廣連結去購買的話 可以得到一個電池或者是影型自拍感 那詳情請點進我的推廣連結 裡面會非常非常詳細告訴你說用我推廣連結 你們可以得到怎樣的贈品或者是折扣 連結都在我的下方資訊欄 往下滑就看得到 如果這一集反應熱烈的話 或許我可以跟INSTA 360 爭取來抽一台1R 至於有沒有辦法成功呢 就看你們對於這一集的反應熱不熱烈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想要我半抽獎 抽一台INSTA 360 1R的話 幫我點個喜歡 然後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我就跟乾爹來申請看看抽一組送觀眾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 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문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